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非生产成本是什么呢 也就是您这个东西在运作的时候所 比如说你用到电脑 你在一个空间讨论的时候你会吹电风扇 吹冷气 或者是讨论到一半的时候会有一些要吃东西 那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比较偏向一个管理的费用 就是一定要去花费的一个销售上的一个费用 就是虽然它不是用在成本制作上 但是你没有用过 你没有用这样子非生产的成本去花费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空间跟环境去制作你的生产成本 所以生产成本是针对产品 针对你的创意 所以非生产成本是针对你的一个控管管理的一个费用 讲直接就是办公费用 都是属于一个非生产成本的一个过程 所以成本主要分成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 而创意与创新的执行这个部分 执行的部分就是针对你在画图的时候用到的白纸 用到的工具 文具 还有你要制作圆形的时候用到的材料跟一些零件 这样子都是一些属于比较偏向于制作成本中的材料 那相对于在人力以及制作上的控管 我们就必须要有选注的一个降低 例如说成本 我刚才也提到 主要分成两种 一个是直接成本 那另外一个是间接成本 讲直接一点 直接成本就是在生产成本 生产你这个作品的时候所会运用到的成本 也就是会运用到什么样子的材料 你这材料要花费多少钱 是否是很贵的 还是很便宜的 可以让你省下很多不必要的生产成本的 或者是你要用多少人力来组装 来安装 来配合的制作 或者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之中 你要如何的去适时的搭配有效的降低材料 还有有效的缩短能力资源 来有效的拉低你的制作的时间上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生产成本就是会比较偏向一个创意开发执行的一个阶段 好 那接下来的间接成本呢 就如同我刚刚也提到了 间接成本就比较偏向是在一个办公的一个费用的一个开销 例如说公司的管理 公司的销售 还有公司的财务控管 这些比较属于非生产成本的 这个就是会偏向一个间接上的成本 因为不管你有没有在做这个产品的开发 或是一个创意的开发 你还是要必须维持公司的预作 你的员工还是必须要来办公室去打开电脑 吹电风扇吹冷器或者是吃饭 还是必须要有一些管理上的一些办公的费用 那这样子的非生产成本就会比较偏向于一个 内部的管理的一个执行阶段 所以 直接成本等于生产成本 也就等于我们的创意开发的一个执行阶段 那间接成本就属于一个非生产的成本 但是它还是很重要的哦 因为它必须要去管理内部的一个执行的阶段 所以 不管是直接成本或是间接成本 对于一个公司的利益跟一个公司的一个运作 都是非常有显著的一个关系 跟相互媒合的一个作用 所以 直接成本呢就是过程中所消耗的一个原材料 原物料 或者是你用了什么样材料 是比较贵的材料 如果很贵的话 那当然你的价格就高啦 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配件啊 零组件啊 或者是你的一些工人在制作组装时候的一个工资啊 那这样通常都属于一个直接成本 你就是在开发执行阶段的一个所要 花费的一个金额 好 那间接成本呢 就更直接啦 更简单啦 它不与生产过程有直接的关联 主要就是一些车间房屋建筑物的一些设备啦 或者是一些房屋的租税啦 还有设备的修理费啊 还有一些机械设备的一些呃 原物料的耗费 耗材啦 还有水电费 公司的水电费 还有一些办公的费用 包含啦 电啦 纸张啦 水电这些东西 这样通常都是属于一个间接上的成本 也比较偏向一个内部管理的一个执行阶段 所以成本中的材料仁义制作上 显著的关系会比较倾向于一个直接成本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执行阶段 这些成本就是内部管理一个 所要花费的一个 一定要花费的费用 那这样我相信各位同学 应该更容易去清楚的了解 什么是直接成本 以及什么是间接成本 这样子的观念跟这样的区分应该很容易了解了吧